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招行倒是挺能吃苦的 一直都是踏踏实实的 只要有活他就干 反正是自己别的没有 力气他还是有的 就这样靠着做苦力的收入 慢慢地他在城里也搞了个落脚的地方 也就此定居了下来 不过他说实话 他的这点收入也就勉强够自己生活的 真想靠帮别人下苦力挣钱发财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小子就好像转运了一样 一下子运气就特别的好 刚开始的时候他虽然还是帮别人下苦力 但是明显他的火就比别人较多 挣的当然也比较多 再后来 他就靠着和一个商人的关系 慢慢地学起了做小生意 这从没做过生意的招行 第一次接触生意 就凭借着自己超级好的运气 慢慢地生意是越做越大 也是顺风顺水 没有遇到过一点坎坷 这些实在是让很多人感到费解 再后来 他的生意遍布了整个东南沿海地区 而且还有越做越大的趋势 真的是令人羡慕不已 就算是如今 他也已经是杭州城的首富了 一个穷小子 几年的时间就逆袭成了首富 这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 他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呢 据知情人所说 他这几年时间 他做什么都是非常的顺利 就是他自己都把这种顺利 归结为是自己的运气好 赵航这样的好运气 不免就让那些穷人心生嫉妒 就是那些富人也想搞明白 他为何会运气这么好的原因 总而言之 如今的赵航已经引起了全城人的不满 人人心里都对他有意见 凭什么就他运气那么好呢 不过呢 这还没过几天呢 就有一条劲爆的消息 在富人圈和穷人圈里 同时传开了 就是这赵航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全靠他有一件能转运的玉佩 据知情人士透露 赵航他有一个能转运的玉佩 这个玉佩是前两年的时候 一个去世的老和尚送给他的 当年在赵航还是一个搬运工 下苦力的时候 无意之中就一个要饭的老和尚 这要饭的老和尚 这个要饭的老和尚 临死之前 就给了他一个玉佩 并且告诉他 只要把这个玉佩带在身上 他就能转运 所以呢 赵航自从有了这个玉佩以后 运气就立马转好了 简直就是做什么成什么 一步步就成就了他今天的地位 这个消息一出 本以为可以打消一些 不怀好意之人的坏心思 谁知道却弄巧成拙了 消息一出来 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嫉妒 他们都在想 这到底是一块什么玉佩呢 不管用什么办法 自己都一定要得到这块玉佩 但是赵航的这块玉佩 从来没有人见过 自己也并未向外人提起过 所以 如果想要得到这块玉佩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毕竟赵航如今也是 富甲一方的大财柱了 身边整天也是前呼后拥的 就是想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赵航如今已经有钱了 也应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在一次无意的情况下 他碰到了一个外地的女子 两个人是一见钟情 没过多少天两个人就成亲了 本来这一切都挺好的 赵航也从此基本上就走上了人生巅峰了 不过 他的巅峰也随着他的结婚而戛然而止了 刚结婚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这赵航就突然暴毙在家中了 赵航虽然是死了 不过他的玉佩还在啊 他这一死 立马就引起了更多人打这个玉佩的主意了 原来还都是暗中打探的人 现在也都拿到明面上来了 甚至有人 强迫赵航的这个小媳妇 把这个玉佩交出来了 这一天就有一个富商姓王 他勾结了一群人 就来到了赵航的家里 直接就把小媳妇堵进了屋内 正当他们想要用枪的时候 突然从外边来了一队官兵 官兵进来以后 直接就把王富商带的人给抓了起来 直到这时候王富商才知道 原来这小媳妇的后面还有人啊 自己这一次可是栽了 最后 王富商花去了大半的财产 才算是把这件事摆平 这简直就是快要了他的老命了 这可是他辛苦半辈子的钱啊 心疼啊 王富商到家后 是越想越生气 这次 真的有点偷鸡不成十把米了 他咽不下这口气啊 官府他可惹不起 正当王富商不知道该怎么出气的时候 他的管家站出来告诉他了一个方法 既然这明来不行 那就来按得好了 总之 只要拿到玉佩 就绝对能够翻身 最重要的是 其实就在这个玉佩之上 我们可以这样的老爷 我们去外地请一个飞贼回来 让他去偷玉佩 到时候就可保万无一失啊 王富商一听 嘿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呢 外地的飞贼不了解情况 偷到了玉佩 他也只当是普通之物 漏陷了也无所谓 我们也可以安全脱身 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了 一定要给我办好了 不能留下马脚 快去吧 王富商催促管家道 管家也是个办事利索的人 没用两天时间 就从外面请回来了一个飞贼 商讨好价钱以后 飞贼准备晚上就动手 这飞贼还是有两下子的 趁着夜色 他三两下就翻越了赵行家的高墙 进了院子以后 他就直接找到了书房 就开始寻找玉佩 不过他在书房中翻遍了每个角落 最后也没有找到玉佩 无奈 他就只能来到小媳妇的卧室旁 等机会了 主要是这小媳妇还没睡呢 屋中的油灯还亮着呢 他可不敢直接进去 飞贼就在门外找了个地方 先躲藏了起来 他刚藏好 就听到大门外有人在敲门 这个时候屋中的小寡妇 急匆匆地就跑出去开门去了 不一会儿就走进来了一个 头戴斗笠的黑衣人 他把斗笠压得很低 完全遮住了面部 这两个人很有默契 也没有说话 进来的黑衣人 直接就进了小寡妇的屋 小寡妇也是跟在后面就进去了 看到这里 飞贼就感到奇怪了 这小寡妇刚死了丈夫 难道说就在外面有人了 不管是男女老少对这种事情 他都是有好奇心的 飞贼看到两个人进屋以后 他就偷偷地又来到了小寡妇的窗边 想听听两个人在屋里面 那到底是干什么呢 他刚走到窗户边上 就听到里面啪的一声响 然后接着就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都这么长时间了 人都已经死了这么久了 那件玉佩你还没有找到 你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听到玉佩 飞贼立马就又向前凑了凑 他们所说的玉佩 肯定就是他今天晚上来找的那件玉佩 他可不想错过这等消息 这时候那只听小寡妇回答道 都是属下办事不利 请主人责罚 我实在是不知道这兆行 到底是把玉佩藏到了何处 我和他在一起这段时间之内 他从来没向过我提起玉佩的事 就算是我问 他也只是笑笑摇摇头对我说 让我一个妇到人家 不要打听这些事 他死了之后 我基本上翻遍了家里所有的地方 但是 就是找不见那件玉佩 哼 这是你的事 我再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还是找不到那件玉佩 就不要再回来了 到时候我不处置你 官府也不会放过你 你杀死赵行的事 这可是谋杀亲夫的罪名 你自己想吧 对外面的飞贼来说 这消息实在是太劲爆了 他本来就是来偷一个玉佩而已 没想到这还牵扯出来了一个谋杀案 这飞贼 他也想看看这屋里面的男人 他到底是谁 所以他就小心翼翼的 在窗户纸上戳了个洞 飞贼顺着小洞 就向里面望去 此时呢 这个男人正好背对着他 只是 头上的斗笠已经摘了下来 他面前正是那个小寡妇 他正在那里跪着呢 此时只听小寡妇说 主人你放心 三天之内 我必定找到那款玉佩 把她亲手交给你 请主人再给我一次机会 此时 这个男人也没搭理小寡妇 他转身拿起斗笠就要走 就是在他转身之际 外面的飞贼总算是看清了他的容貌 飞贼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男人 他不是别人 正是县衙里的捕快 其实这个飞贼虽然是刚来到这个县 但是 他 认识这个捕快 也并不稀奇 因为他每到一个地方 首先要熟悉的就是当地的捕快 做他们这种职业的 必须要认识当地的捕快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衙门外面 见过这个捕快了 眼看捕快就要出门 飞贼蹭的一下 就跳上了房顶 躲了起来 这个飞贼还是有点真本似的 他落在房顶上的过程 是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 捕快根本就没有注意 静止就出了小寡妇的家门 飞贼在房顶上想了好一会儿 最后决定打道回府 今天虽然没偷到玉佩 但是他收获也不小 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就是赵航的死了 跟这小寡妇和捕快 绝对脱不了干系 小寡妇和这捕快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捕快也不是本地人 他和这小寡妇 就是两个山匪 他们踩点的时候 无意中路过了本县 就听当地人说起了 这个转越玉佩的事 所以他们就打上了 这赵航的主意 这个男人就是这小寡妇的拼头 他们两个很快就有了计划 他们分工明确 小寡妇负责去勾引赵航 等他们两个事成之后 就想办法把赵航给杀了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 再把玉佩给偷走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男人本身就是个恋家子 所以他就到县衙 硬骗了一个捕快的职位 可以说两个人计划的是非常到位 只是这个赵航是死了 但是这玉佩他们却一直找不到 这就有点出乎所料了 飞贼回到王富商的家里以后 直接就把今天晚上 他的所见所闻说给了王富商听 王富商非常的通情达理 直接就把剩下的银梁给了飞贼 对于玉佩的事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让飞贼 明天陪自己一起到府衙去告状 这事倒也不奇怪 因为这王富商虽然想得到玉佩 但是到了如今 他也是为了出口气而已 这口气在哪呢 就是这捕快和小寡妇因他的事 他可是被敲了一大笔钱啊 有了这个劲爆的消息 他完全可以报仇了 玉佩的事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能出口气才是最重要的 到了第二天 府衙就真的就直接派人来了 直接把县令 捕快再加上小寡妇一起就给带走了 有了飞贼的作证 这个假捕快和小寡妇 很快就被定了罪 县令当然也没逃过惩罚 直接就被知府给隔了职 至于这转越玉佩的事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而已 因为知府在派人搜查小寡妇家的时候 找到了一封 赵航写给小寡妇的信 信中大概的意思是说 我呢 并不是不告诉你转越玉佩在哪里 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我能发财靠的是我自己的努力 跟转越玉佩根本没什么关系 至于老和尚赠送玉佩的事 也是我编出来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我也只是想 讲给那些嫉妒我的人听一听的 没想到 他们却打上了这玉佩的主意 这事 还真有点弄巧成拙了 不过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也只能默认了 从这封信里不难看出 这张赵航的本意 玉佩根本就是假的 赵航只是想利用这个故事 让那些嫉妒他的人 心里能平衡一点 谁知道 事情和他最初的想法 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最后 他自己还因此丢了性命 这人哪 如果相信什么运气 或者想转运 千万不可依赖外物 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才行 只要你足够努力 运气就绝对差不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